來看了這個國防和尚文官的消息 這個美國官方的標台修停臺灣 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 又一次強調支持臺灣的主務方位 對著我們在美國代表處 還要該做是臺灣代表處 這個公務員阿臺 做慶康達第一次回應 美國政府現在也重點評估這項要求 共濟一直在擾亂臺灣 臺海的情勢 在最近一直引起國際的主心 美國國防部官員也公開表示 說要來替臺灣 國防部長奧斯汀 一定成功要支持臺灣的主委方位 印太蘇武作理部長 瑞特納在聽政會上 來批評中國的經濟行動 他們是挑戰要來碰槍 來起募空 這樣會來增加抗盤的方向 因為說加強臺灣的豐富能力 中國的挑戰是臺灣剛才到最大的問題 他認為中國對中國的威脅力 造成中國人進行 這是最重要的目的 國防部是回應說 自己國家會自己來集合 國軍嚴密掌握當面的敵情動態 秉持自己的國家 自己守護的原則 落實戰備準備 美國不在國防來支持臺灣 國務院阿太做輕 康丹也在聽政會標示說 可以來通過外交官都 和朋友來講到台海和平 跟他穩定的重要性 如果住美代表處 是不是會來改名做臺灣代表處 康丹也頭一遍回應說 正在評估這項要求 相關的細節 其實按照臺美的這個交往慣例 我們可能不便在這邊 對外做太多的說明 但是跟各位保證 外交部持續的 在就這個案子來推動 外交部回應 經兵案有所在來在撒動 不僅有什麼時候會來定案 這要不說到 不過北美書強調說 在日空日一年 可以來看到台美關係的 真好的性格 記者總會報道